去年年底在花園街四級大火造成9434山 事隔大半年,起火的原因終於有點眉目 據知,大火的元空很可能是一條舊電線 經過多個部門專家分析後 據了解,最先起火相信是花園街192號至194號 對開一個賣衣服的排檔 警方在調查時發現 起火排檔的電箱被人擅自從排檔外搬到排檔裏面 警方觀察到,駁電入電箱的電線和四周就燒得最嚴重 因此相信,電線因為太夠而漏電,繼而起火 燒穿了排檔裏面的衣服和雜物後 迅速蔓延,認成慘劇 警方已將報告交給大學的專家檢視和提供意見 預計在1至2個月內就可以將報告轉交給律政司 再排期召開死因言訊 而花園街現在已經回復昔日的熱鬧 受到火災影響的排檔和唐柳都已經翻身 有排檔檔主說見過鬼都怕黑 已經重新安裝了排檔的電錶和電線 排檔之間亦都突然隔開了 避免發生火警時會互相波及 而在大火之中燒得最嚴重的唐柳 收窒後電錶已經不再外露 又加裝了木板保護,減低發生火災的風險 ONTV東方電視新聞台報導 謝謝大家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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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谢谢大家